我去年是差点死过的 因为我是晚期儿子 从一方面 我告诉你自己 后面没有希望 但是求助你又很强 更不能接受 我看我自己的骨头 好努力 他在修复自己 他都给劈开 你还带劈开 对 对 我过去春天来 第一次有药有效 太好了 到时候你变好了 我还希望你给我一个拥抱 那必须 我还得给你送 我要签带呢 因为我是无线癌的晚期 我当时骨转移 就确实很危险 有可能高位解贪 大夫跟我说话 是比较直接的 就五年生存率是多少之类的 都跟我说得心清楚楚 我当时是走不了路 我基本上被局限在床 跟床附近的那个区域 我当时对光线 对于声音都特别特别敏感 化疗期间 我是所有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没有任何的精力 去说话 或者去进行一些 大的情绪的波动 等到我真正的接受生和死 我大概是花了六个月到九个月的时间 当然毕竟我们这被确诊还有几年时间 估计当时你被确诊的时候很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是的 其实当时被确诊之后 我也是五年红领 走出门阵大楼 每一个月 可以说是万里乌云吧 阳光明媚 但是在我心中 它就是蒙了一层 灰暗的乌云一样 就一方面 你告诉自己 自己后面没有希望 但是求生基础很强 这不能接受 我用六个月的时间来调整这个天堂 六个月基本上无法正常睡眠的 我最近身份证仪式去补身份证 现在补身份证是需要按手指的 按指纹的 我在那个指纹机上我按了六次 这个手指头试 这个手指头试 试了好几次 他们说奇怪了 你怎么没指纹呢 你是一个没有指纹的人 为什么 因为我做化疗 做化疗它会损伤人的表皮因子 就像溺水的人一样 它会有皱纸 同时它会把你的这个磨损掉 我怎么按都按不出来 然后后来它就给我加了一句话 它说此人是因为治疗磨损了 所以这个东西能够坚持治疗 就是勇士 而且您做这么多事情 能够给人带来希望 这就是一种意义 是的 所以我觉得我病了之后不是不行 是兴趣 因为今天越来越多的是了解 并且关心 甚至亲自来支持帮助我 所以非常温暖 抱歉到你 哎呀我能感觉到 第一次见证就有吗 我是很喜怒 是特别的想帮我 哎呀 这就问了 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有意义 该任何好转的消息 是的 我最新的检查的结果就是 我的骨头是基本上已经复原了 癌细胞的活性基本消失 我其实还要做一个穿刺 我背部有一个肿块 虽然没有癌细胞活性 但是这个肿块是就在脊柱上面 很大吗 嗯 主要是这几个月才变大 恐怕十一月 有可能还要动胃手术 动胃手术我去看一眼 说好了 说不定十一月我就能走了 嗯 嗯 你说好要来看我的啊 好的一定 我到时候等你好吗 好的 哎呀 一方面呢 听到你说好像也很高兴的 但一方面我就很 哎呀 来 没事 我们都会好的 好吗 没事 没事 不用担心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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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要不要担 我没有担心 还得注意 我当时看了一本书就是在很早以前 它十多年了 当时有一个抗癌明星 也是乳腺癌晚期 他当时在我现在治的这个医院 瑞京医院治过 当时已经有所好转 后来他到一个山村去进行了一种特殊的治疗 饥饿疗法 只吃玉奶 只吃葡萄 然后做了没多长时间急剧恶化 去否认关键事情 你做了真正的实证研究没有 对对 只要不知五十多岁 他其实是一个罕见的一线的肿瘤 那个死亡率并不高 但是他却选择了那种身体的疗法 这种恶患不可拯救 癌症治疗里面常见的 比如人家会跟你说 饿死癌细胞 对吧 热死癌细胞 对 我那都听到了 如果癌细胞能热得死的话 尤其是体表热得死的话 那我正常细胞早就死了 对不对 肯定也就没命了 然后饿死癌细胞 我当时想 癌细胞也饿死了 那我也饿死了 海鲜不能吃 鸡不能吃 鹅不能吃 蘑菇 竹笋 这些都不能吃 我也不知道该吃什么 要相信科学 因为你要网上去看 癌统症被治愈了 好几十次了 天天网上说 癌统症被治愈了 那都是假的 我猜了也是个病人 如果真的治好 我不可能不去 在这方面 是不是花了很多的钱 太多了 我一算一个数据 想定我们有约十万名病友 每个人至少花十万 约往前 才有一百个亿 其实实际花的远远不止 所以说你想想 花了上百亿啊 关键是什么呢 你说人事错不犯 就把重复事错 上一代病友被骗了吗 下一代病友继续被骗 永远这样下去 这是非常可怕可悲的 所以当时我担心这个平台 就有这个物理 告诉大家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 我到现在也非常盼望 哪一个大事能把我们之后 这是我们最盼望的 但是都不存在 我可以摘掉吗 有点热 热了吗 我现在当然治疗有效果 很幸运 但我是在想 如果真的到了癌症晚期 而且 癌症还有一个特点是痛苦 我去年是痛的 有癌痛 如果真到晚期 现在现有的医学不能治 那该怎么办 我想过这个问题 当然了 是吗 对 刚才您说的癌痛 我知道 癌症晚期的癌痛 是十斤斤 对 如果每天多少年癌痛 你谁受得了 对 喝点 所以 生不如磋 这个磋儿 没有你这个人 没法理解 是 但是你忍忍不就行了 我磋死不了 对 他不知道这个痛苦有多大 对 对 你说病友 在病友群里 经常会有这些事 能不能国家 开放阿拉斯 对 我觉得我是质疾的 因为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 特别能理解 尤其是面对 一些没有办法 因为每天都是 折磨与痛苦的人 其实我觉得 阿拉斯是一种 人道努力 其实我觉得 也应该是 呼吁得到国家 重拾和支持 主宰性的法律 来随意 人道努力的帮助 其实人还是 可以选择最后的尊严 安宁的过去 我觉得这也是对人的一种尊重 我没能赞助 有没有想过 三十个科研团队 然后还有直播团队 这样的工作量 是正常人都会觉得辛苦的 至少这几天来 一年365天 没有夜晚 没有周末 没有天假日 就是晚上是 十一点下班 周末全天 大年初一和初期 我都在办公室 我吃饭都不回家 为了省时间 抢时间 抢每一分钟 直接与生命残保 因为确实 有人能强迫你停下来 我很想强迫你停下来 我一往初人都吵了你家了 吵了菜了 你这不是男子 就是男子的杀 你知道吗 但是我一放音 我会尽量地调整好自己 让自己不是特别地累 能够持续地承受 并且让它一个平衡 和记忆力地加快这个进程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要注意 到我时候之后我去看你 我们约好了 我就是跑着去看你 然后到时候你变好了 我还希望你给我一个拥抱呢 那你需要 我还得给你送出 我要签字呢 你知道你后面阳光灿烂 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这个我都可以想象出 你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 而是内衣是比较浪漫的 得了病以后应该是万万痛苦 我却非常开心 真的我觉得 有空中央的事情可以做 不是好事吗 好难的天 然后是微风吹过 今天是最好的天气 是秋天 对 它最好是本年 是最好的天气 空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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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现在这个药有效果 再继续吃的是吗 从不看到有效果 也是我过去四年来 第一次有药有效 但是 太好了 以往十一月份 咱俩都有好消息 嗯